Hello,大家好,我是你們最愛的美國朋友小馬哥 然後咧,我今天帶你們來體驗一下 我後面是一家全紐約絕對最受歡迎的中餐館 英文名字叫西安Famous Foods 中文名字就叫西安明吃 西安明吃西安Famous Foods Western Chinese cuisine, baby 他以他最著名的自然羊肉拉麵來徹底政府紐約了 我幾乎所有的朋友都認識這家餐廳 幾乎所有的紐約人都知道這家西安明吃 他在紐約已經開了12家了 超多遊客第一次來紐約的時候也會來這餐廳吃東西 因為真的超好吃 然後這餐廳的故事也是特別有意思的 就是他是一個26歲的美籍華人 在05年的時候開辦了 是他爸傳授給他做麵條的技術 那麼到底好不好吃? 為什麼在美國這麼受歡迎? 我們進去體驗一下吧 哇,感覺這麼酷啊 看一下 去看個菜單吧 他們最有名的菜就是這個自然羊肉 就是上面那個乾脆麵 再順便給大家解釋一下 這個一般的美國人他不懂辣度啊 所以就是介紹給美國人吧 就在櫃台這邊 有趣吧 這個 好,我們的菜上來了 給大家看一下我的收據 這兒這個 嗯 價格 11塊5 那 給大家看一下食物 看看 哦,好香啊 我超愛吃那個自然的 哦 嗯 超想吃耶 Alright, babies Let's get these quads out We're ready to go, motherfuckers OK,先來口麵 哇 哇,好長啊 這麵條在中文叫什麼來的 灰麵嗎 還是 河粉還是什麼 我不知道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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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這下我吃過很多次 但是每次 都是一樣好吃 哇 嗯 還有點辣 但是 嗯 嗯 我覺得美國人喜歡這個地方是 因為 給你們講一下 這個 吃這個麵 這麵條 它超粘 超粘粘的感覺 也是比較厚 美國人喜歡厚一點的麵條 然後再加上它是一個 它是一個非常非常趣的麵條 嗯 嗯 然後我還想說 這個麵條它也是比較油 就是美國人 美國人不是喜歡就 又油一點的東西嗎 嗯 嗯 然後 同時 它不是很辣 它好吃 稍微有點辣 但是 但是 總的來說還好 嗯 也不是很麻 就是一般 一般來說 美國人是 接受不了那個 麻的 麻的味道 來個羊肉吧 嗯 好過癮喔 嗯 嗯 嗯 而且 這個 感覺 它有點酸 它有點酸了 多吃 多吃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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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有彈性了 這個麵條 OK 大家 我們就 快點吃吧 喝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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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扯呀 怎麼這麵條這麼長啊 中國會這麼長嗎 嗯 超 棒 超棒 拿它近點 因為我要做個鬼臉 OK 我偷偷告诉你们一件事 我有一个朋友 他是一个美国人 他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朋友 我认识他很多年 他过蜜月去了中国 我去了西安 他跟我说西安的面条 都没有这家好吃 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但是反正一般的美国人 对于这家餐厅的评价 就是这么高的 夸张吧 而且这家是真的很好吃 连我这个常常吃中餐的家老外 也是超爱吃的 哇 鸡刺啊 羊肉拉面 唯一的缺点 是他太油了 实在是太油了 每次我来这吃东西 我都怕我隔天会辣肚子的 好那我们就继续哦 有什么饮料可以解辣吗 我去买一个吧 要个酸梅汤啊 英文是 Straw Sour Hawberry Tea 这饮料 几乎美国其他的地方都买不到 所以这家餐厅它确实很地道的 很棒 这我喝过吗 我不知道 应该是我第一次喝吧 还好喝呀 只不过是有点酸的 对 好棒 我不知道这地不地道 但是喝起来就很棒 吃完了 谢谢大家这次来捧场我 我希望你们可以关注我的 B站 我的YouTube 我的微博 我的斗鱼 都可以关注一下 因为我是你们最爱的美国朋友 小马在纽约 好 谢谢大家 下次见哦 拜拜